是跳黄浦江战队的 其实别人叫东方project 他们自称已经自称跳黄浦江了 反正其实他们本来是一个那种 二次元的一个文化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 我对这个东西的确不是很了解 但是里面他们以前什么沙纳 也是里面的人 什么解释 解释是什么解小鸟 我记得他是什么鸟厨 沙纳是里面的什么下纳 反正就是各种二次元的文化 我的确不太懂这个东西 当然现在他们由于我们天天叫他跳黄浦江 所以他们现在自己也说 我们就是跳黄浦江战队 他们上来的选手全部都是中文的ID 暗自空虚的望穿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要对阵的是茂神 第二场比赛是放过我这个菜季好吗 又是神子 然后对阵是IA 然后第三个是杯哥和暗自空虚的望穿 要对阵的是麦克赛特和茂神 然后第四场比赛是秋 神人秋人 神渊秋人是谁啊 七七姑娘吧 是七七姑娘 对因为这个人 就是在海 好像在国府经常看到的 张子锐 这个好像蛮有名的嘛 每天都是什么 在国 在那个业余圈里面 每天都有人刷什么张子锐 什么什么 是是是 对原来他就是暗自空虚 这就是星际王者小弟吧 大概 什么 星际王者小弟 王者小弟是干嘛的 这个就看弹幕大神了 就是个跳跳 对吧 一个喷子 上的是 不是上的茂神吗 茂神是第二场 上的海森哥 看错了 实在不好意思 上的是海森哥 看错了 天然锻炼的海森 原来上的是曲天池 海森哥 海森哥状态为什么是往下滑的 可能最近状态不太好吧 因为他雷锋杯都是一个 作为一个解说的形式 本来我们之前是想把这个海森哥招到我们战队来的 想去找埃及战队租界租界 对 我们跟海森哥的说法就是反正你的埃及也上不了场 嗯 然后海森就真的跑去找埃迪森呢 说他们想租界我可以去吗 然后租界费是一顿急功宝 然后然后估计就为为了留住他让他是第一场比赛 我们是这样子 埃迪森觉得一顿急功宝不够 好 两顿嘛 你谈吧 这个可以谈的吗 大家 对不对 那下一场比赛是这个钢铁堡垒 两位选手都准备完毕 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的各位观众 你现在是关注新TV女带来的SL新极之霸战队联赛 在第一轮的应该是最后一个大场 对 跳黄沫江战队要对阵的是埃及战队 我们来看一下出身的点位两位选手派出的 这边派出的是张子锐对吧 对 张子锐 我们的对标是海森哥在对点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两个人现在先聊天流来各种搞一下 左下角的这个蓝色的神族选手就是张子锐 是存在了左下的八点钟的位置 另一边出现在左上方红色的神族 是来自于埃及战队的海森 对 Rush Crazy 他也是加入到了埃及战队 对 他前两天 他不是你们学校的吗 对 他是同济浙江学院 他是这样的 前两天他还在直播的时候 在那边说海森哥的由来 他说之前就是他之前只是对海森特别了解 这是其中之一 第二次是在外面逛街的时候 这是逛街的时候就谈到自己在那对于海森非常了解 然后这是被九一黑了一次 第二次是这样子 他们在打星际的时候 然后就是2v2语音的时候 他妈妈让他去送点海森 结果就自从 他为什么对海森很了解 是因为他家里面是做生意的 对 海森哥 原来是做生意的 就跟九一为什么对黄鱼什么蟹 比较了解一个道理 水产巨子 有点道理 你家做生意的 你尊归对这个东西还是有所耳闻的 好 这边好快啊 这边是十冬名的三起 可能是要野vs 是野vs 哎呀 呵呵的 说实话 我看比赛野vs基本上就没野队过 基本上都是就四人图野vs 赌两个点 然后都赌错的 我看了好多比赛都是 好惨 这种败人品的事情都这样的 是啊 让你野vs 而这边海森选择的是一个两BG 对 我觉得黄埔江战队 跳黄埔江战队主要还是想的就是今天 也没想过要把IG拿下吧 能逼平就已经烧高香了 是 拿下一分属于大家庆祝一下 不过用神组 PVP内战还好一点 所以他们选上了四个神组 对 想的就是各种上来狗 狗赢一盘是一盘 对不对 好 这边 没有看到野vs吗 没看到 看不到 看不到 这个野vs很难看到 对 这边时间选择两兵赢开局 那么怂 海森不想输啊 本来我们想把他租借过来的 你想如果海森到我们队里面 是不是我们队就有三个打手了 两个半打手 哎呀可以了 相比于雷天同 这倒也是 已经可以了 雷天同比YHY 其实我们队还有库拉飞还蛮不错的 那库拉飞 最近没怎么练 所以我们没敢让他上 是啊 这种练和不练还是有很大差距 毕竟库拉飞是前第一人组 库拉飞在上个赛季的CSV里面 是拿了第三名 是输给了解释 然后是把那个Sakia打爆了 对 所以说他的TVZ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好 以上来看 一个先知 野先知过去 能不能野到东西 第二个先知还在造 先知没停 好 第一个先知 但是神速这边 开矿 海森是两兵开矿 那还行 稳是他稳 但对方肯定是一波了 直接是先知转三命一波 是 第一个先知还没有切 他两先知切 那么狠 那么平 他想把他部队勾下来 他可能要实际勾引一下 对 勾下来之后两先知直接进家 对 海森真的稳真吗 海森真的防守意识 哎呦 这个立场 但是两个先知 过来戳 先戳两个少兵也可以 戳少兵也行 不亏 这么不亏 爽 走了呀 这个让你戳了两个少兵 你还要怎样 对 再戳一个农民 家里面第三个先知 海森也找到了 三个先知一波是什么情况 家里面开始刷兵 你可以刷一个少兵呢 对不对 你刷个少兵啊 海森哥这边 如果看到对手这样子开局的话 其实 二基地不要了 二基地不要了 对 放弃这根水晶 三个先知 这个也有点 三个先知 打不过 打不过这波 打不过这波 五个追隶肯定守不住 好 三个先知强戳 但是有大炮台 走了 大炮台 拼操作 他主要是骗一个大炮台 我觉得这下面 他由于是没有气啊 所以说也不能刷少兵 其实刚才应该刷个X刷个少兵 这个可能会好一点 你可以把他基地直接干掉 那这样的话还能保住自己的二基地 怎么又造了一个V 他这边 海森造了一个V 他有点虚 好 这边就是强行的刷兵的 是 看有没有机会 今天看得出来 这个跳黄木匠战队 也是想过的 怎么干海森哥 对 关键是这三个先知给的压力 四个先知 这是要干嘛呀 这四个先知 好像冲楼梅很快啊 一堆楼梅 但是 哎呀不错啊 不错啊 海森哥糟得中啊 这个 农民农民死光了 要死光了 哎呀不错啊 没几个了 好 这边 只有11个农民了 怎么办 空有双矿 我回家去了呀 对对对对 空有双矿 只有11个农民 不过我觉得这样交换 不好说 我就在家里面守着啊 我再挂一个先就到你屁股后面去啊 他有大炮台啊 现在他因为双气地补农民 这边海森哥其实可以选择把气停掉了 对 你要补电那个经济起来 对 但这边由于是 哎 他没有哨兵啊 必定守得住啊 海森哥这波反坡 是的 海森哥这波坠率非常的多 他真的 他这个太狠了 好了来了 哨兵来了 没走没走 那没气 没气 那有大炮台 还行 他没大炮台 第一波能挡住 好 看多少个坠率 多少个坠率 他没大炮台 那么完了 那感觉就这波坠率就带走的呀 哎呀 我觉得其实他战术挺成功的 是的 也算是打出了风采的一个战术啊 但是没有顶住最后一波进攻 他没想到海森这个 这波反坡有那么凶 海森哥 感觉最近状态是有点不好 这个操作 有点拖泥带水 但是还是赢了 这没办法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战术 我们看到四个先知在脸上 戳你的农民的时候 的确是威力很大 对 好 看一下 现在经过一段交换之后 农民数量海森应该补起来了 对 补回来了 领及领先了 那这样的话 优势非常大了 对 他两框在守 现在海森哥只要默默的 把那个不朽造出来 对 刚才其实我觉得 他没打好的地方是什么的 他本来正面有一波兵 他如果正面这波兵 一直在打基地 对 说不定你家里面戳他一波农民 基地还打掉了 对 至少你给他一个双线的压力了 原来PUC那么简单 就抱先知就可以了 我下次也去抱先知 这也是独特的理解 下次可以干九一对吧 你抱四个先知 原来那么猛 我一直认为先知没什么用 原来四个先知戳农民 是这样戳的 神族 神族发现有一个空军单位 他自身 刺激也没办法 自己也没办法解决 主要是追猎太废了 这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他最后想打一波也没有 两个不朽 是的 人口被拉开了很多 对手有两个大宝台 说实话 这边只要稍微刷刷兵就行了 海神哥这边其实有一点偷懒 他没有做那个侦查 来侦查对手2GD进度 这一个右双方是什么意思 找偷矿 他也是怕对手 万一偷个矿怎么样 这一波基本上过去卖掉就可以 一场放的并不好 海森的确状态不好 是的 很慌的样子感觉 也有可能是很久没打比赛了 突然一下打比赛有点 有可能 有点紧张 他打天梯还打蛮多 天梯跟比赛有两个事吧 那也是 哎呦 这立场 我这个立场 大概用了五把立场 才隔了一个 没关系 他只要能够守住 他就有时巨大 好 再来隔一波 想跑 不可能 对 追猎追着打 你这个 五个追猎在追呢 好 立场一隔 走了 好 再隔一个不休 可以打击击了 对 你这个经济不如对手 兵力不如对手 自己还想开二矿 这个没什么机会 是的 海森哥这边也运 侦查得非常好 防止对手在偷矿 张紫蕊这边还在坚持 但这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好 这边再点一个 现在我们看他要怎么办吧 这个张紫蕊 还真好怂啊 打他 对 我觉得可以反压一波 而且自己有 在家里面还在跳鱼项 实话说 PPP那战 你有五个哨鞋 完全可以选择 进攻性前压 你带妈妈船 前压就行了 对 还在防那个 先知 太怕先知 是的 可能因为是比赛很久没打了 他让对手感觉 他没有VS了 然后再用VS来狗一下 是的 但是海森哥这边太温了 整体上来说 我觉得张紫蕊 其实还是把自己的 想法全部都发挥出来了 狗的特点 但是海森 属于真的太过求稳了 的确是不想输 自己战队的头震出来 要是输得太丢人了 而且是大IG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次的比赛是 一定会打满的 四场比赛都会打满 因为最后你排名 你要算小分的 所以说今天 即便是IG上来3比0的 我们也会把这个比赛 全部进行完 所以说我觉得 4比0真的有点伤 对 你被对手踢光头的话 你这个小分输得很多 就这比分想拿一分两分 很难的 对 好 再侦查一圈 往二矿才这点农民 这个真的 海森哥看在这里 就已经知道 自己优势巨大了 是的 那海森哥还是没有进攻的打算吗 再来个先知 继续戳 两个追猎 阻止不了先知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七个 顶着两个追猎的火力杀 七个农民 还行吧 哦 再两 再也一个 要也这个了吧 也虚空了吧 我估计 那我觉得懂的呀 这个你看到这个VS没有运作 那外面肯定还也有VS的呀 对 也不一定 我跟你说 海森可能觉得对手续了一个 续了一个先知在外面藏着 但这个能量应该感觉得到 不要卡 难道又是我们 难道又是我们掉了 哎呀 这什么情况啊 今天 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是的 为什么我们会掉吗 为什么我们在国服 对呀 没有任何道理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既然掉了 还是说要等一会 因为上昨天也是这样 等一会就卡 回来了 回来了 好 我们被人骂了 是 这个OB太卡了 China will be out China is out 对 好 这边果然在藏 虚空 难道能翻 我不信 这要是翻的的话 海森哥这一辈子 一世一鸣都抬不去 I can翻 翻不动啊 我觉得这太难了 不见得虚空 我告诉你 虚空这个东西 不是翻不了 我跟你说 一下你想 他在爆巨像嘛 一下冲出八个虚空 跟你戳你这些东西 跟戳儿子一样 是的 但是海森打一波了 你这个 我是觉得海森哥早就应该 早就一波 你别憋 你再憋下去 对手如果真的憋一波虚空 3vs 有点拼 你在这里继续的别逼 海森这肯定一波了 你就这点拼 不可能给你机会啊 这个肯定要提前往前一点 但是如果他虚空一旦进家 四个虚空 会不会recall 应该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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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敢往外压 这什么情况 换家了 换家 很明智 换家了直接 外面就存了钱 反正我就直接出虚空 对吧 到你家里面 先把你的 先把你的出名点给你戳了 不错 这边思路非常清楚 戳出名点 是的 海森哥 回城还是不回城 直接换家 对手也不怕你 海森哥 你这边拆掉二基地 直接回自己二矿吧 对 家里面出名点被封掉了 正面 你回城 如果被这波兵 急火 对吧 虚空家这个急火 你还真不好说 我觉得回 我觉得还是要回城 直接回了 幸好是这边先回了 我说 如果你在这个 傻掉的时候 被人直接急火的话 你说不定全倒 但是这样子的话 神族 这样子的话 海森哥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再点 在路上再点两个 两个 两个 两个虚空 还可以点一个 就亏大了 对 两个的话 那就没什么翻盘资本了 好 偷矿 张子睿很有想法 妈大的 刚才如果他的兵 是第一时间在这里 等着你回城 然后你水炮下来 被他一顿不朽乱打 五个虚空在这里戳 直接戳翻掉都有可能的 有一定几率 但是 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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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要怎样呢 这两个别是发现 断出兵点 赶紧 但是他不一定敢断 因为对手 其实正面也有一波兵 好 这边偷矿 直接出去了 出白球了 只要有白球 其实这个虚空就没什么用 白球闪烁 有攻防的追列 其实是并不虚 嗯 伸出的 好 发现 赶紧走 赶紧走 这边张子睿赶紧走 但是家里面可能又要被戳 对 海森是有跳的应该追列 嗯 在快好了 虚空只有六个不够 是 但是人口卡的有点伤 这一波 你跳上来 你跳 好 强打 没有没有 打到白球了 打到白球了 没有 偏见白球 那就没机会了 白球根本打不动 那这样的话 又送了三个 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我觉得 而且已经被发现了两个出兵点 这怎么翻 这边也没用 这边分了一波兵 维扩吧 是的 减速啊 这什么立场 就是 到底谁放的 我觉得是海生哥 海生哥就放了两把 应该张子睿放的 张子睿也放了几把 对 算了 也算打出风采了 是的 真的 也算打出风采了 各种战术都使过了 好 这样子 虚空随便打打 虚空就在这边骚扰一下 但是正面无力撼动 嗯 但PVP就是这么神奇 对吧 是 战术放起来 先苟起来 真的 3VS普虚空 这个虚空戳出来 戳谁都有可能戳死了 是的 虚空不讲道理的 虚空实在对于神族内战而言 伤害太大了 对 除非用凤凰来反先知 否则的话很难应对这个 好 这边是过来没有什么用的 好 这个数量差太多了 而且主要是他也是有一个 有两个攻的 有攻防的追猎并不是很虚 成型的纯追猎还是有点大不 成型的虚空戳追猎跟打儿子一样 是的 还是看那个数量跟攻防吗 对 虚空一旦超过10个 其实追猎就看起来就有点怂了 这点数量的话基本上就是上一个死一个 对 机器 那这样的话恭喜海森是拿下了第一盘 是 算是怎么说呢 有点惊险 有点惊险 就中间上面那个 两个别死 刚开始这四个先知的确还是戳出了一些风采 对 戳到海森估计是脚抖了 抖了几抖 差点就被搞死了 那这样的话 IG1比0 算是海森可能是IG里面比较弱的一个点 他们也是拿下的 那后面的这几个点 IA IA第二场 对 IA要上第二场比赛 IA要打的是放过我这个菜鸡好吗 好 看一下双方选手介绍 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是 王阳 好像没见过这个 28岁了 这个是 不是 不是摩沃特吧 好像不是摩沃特 摩沃特应该是以前打916个人 是打916个对吧 飞机啊 但飞机好像不是这个 应该不是他 这个没见过 不知道是跳黄不将 但他既然能够派他上来 对 应该在他们战队还是有几把刷子 而他对手IA 说神的要想赢IA 这个用神族赢IA 很难 很难很难很难 这个跳黄不将战队 在这个这一场我估计是放弃了 这IA现在就实力相当于当年的西瓜的巅峰实力 对 你要想赢他的话 你必须要有很好的一个 战术思路 战术准备 你跟他拼基本功的话 要想真的拼死他 很难 就IA现在基本功太强了 对 那下一场比赛看看 其实我觉得他们上四个神族 肯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就每一场比赛都是 准备了一些很奇怪的战术 就像这个也得3vs 也到了说不定还真有机会打 拿下海森哥 那第二场比赛来到了柯达 两位选手都准备完毕 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 那下一场比赛就是IA要对阵的是放过我这个菜鸡好吗 这边出生在左上方蓝色的神族 是来自于跳黄普强战队的王阳 而另一边下方 红色的重组是来自于NT战队 IG战队的IA 怎么变NT了 我这对标挂了一个NT 他以前一直都有NT的 对 这是他业余战队 对 可惜NT现在被淘汰掉了 被Solo Ancer直接给淘汰了 但NT好像也很强 业余队里面有几个队都很强的 一个NT Storm对吧 就NT跟Storm的连队 还有一个是那个Hist和Leal的连队 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Solo吧 对 跳黄普强 这四只队 你们队不是据说买了几个猛男吗 没有买 就是招募了几个猛男 对啊 那个B天跟我说招了几个猛男 竟然没出现 猛男归猛男 但是猛男之上还有一个高手啊 这是一个新鲜的火力 新鲜血液只能说 这边要选择修地宝 那还是想过的 但是挨一塔这种就直接卖狗了 我还要你修地宝呢 不 他不是卖狗吧 他这11地吧 没有没有 你看他是先造 先造 你看农民还没好 他懂对手裸霜吗 还没农民好对吧 这个是12地吧 估计是 12地12地 他想咬对手的裸霜基地 在这张地图上非常喜欢这样开局 直接干扰 不讲道理 上来看一看 咬 这个BS有点快对吧 对 BS快吗 老实一点啊 先下个宝啊 好 两条狗 六条 肯定六条了啊 这个地方 他直接咬 你还敢先进地狱 他不知道 他可能没有注意 对 他可能还要先下鼻息 再下地宝 先下鼻息就造中了 完了 哎呀 他以为对手慢狗 是啊 太惨了 哎呦一看 偷是吧 惩戒你 不过还行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能守住的 无损守住 就这个 就点一根水晶之后 卡一个路口就行了 还是没问题 后面再点一根水晶 对对对 防守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看开局这个 不亏啊 这个这个神族选手 应该还是有点实力 是 细节不错 嗯 好 这边 卡一个 哎 哎呀 这个手甩歪 手甩歪了 这个真的是甩歪了 完了 这有五条狗 直接 本来他应该甩到这个位置的 直接巴尔开了 对 直接巴尔开了 直接巴尔开了 操作可以啊 这个是 但是软并软 我只是感叹他操作还可以 对燃并软 这六条狗进 这五条狗进去 基本上就已经乱了 燃并软啊 哦 再咬一下 现在加速一个叉 叉在进度 还差很远啊 嗯 这五个 其实说实话 这五条狗可以硬咬了 对 完全可以硬来了 哦 再稍微拉一下 拖一拖 再咬两三个的话 就可以硬了呀 这个 已经拉开了 来了一个叉 好 这边强要强化两个农民就行了 如果还有梦想的话 他就在这边绕一圈 绕着 反正自己家里面不停的运营就好了 这边自己三基地也快好了 嗯 也在造 好 封了两条狗 走双线 太坏了 这个 哎 太坏了 哎 不错 哎 这个多线六狗 遛的这个 王羊想死的心都有了 好 再咬一个 没有到 没有到 但这颗狗太烦了 你皮歪到现在还在造 皮歪没有造好 六分钟都没好 但是 哎 二矿这个农民其实可以脱走了吧 这个可以脱走了 对 现在经济在那么损失的情况下 多一个农民 哎 终于是忍不住了 还想围 围到一条狗 但是没有用啊 对 继续的 舍得掉自己的狗 这三条狗 其实就是用来 干扰你经济的 嗯 他如果再想要 农民的话 只能怪自己操作 有问题了 这个太惨了 嗯 现在强行下了一个BS 那就看这个BS 还能打到多少 再想围又没围到 哎 你早点个水就算了呀 对啊 我他也没钱 真的是 是 有时候真的惨 啊 这边 哎 这边要强行侦查一波 对手 看看有没有什么科技啊 这些东西 哦 看到了BS 上面停了一棵房子 看到了他一招狗 想偷农民吧 回去 对 那这样子 哎呀 太惨了 已经拉开了25人口差距 对 还是开局 我们说的 开局被 被哎 这六条狗穿的太惨了 主要是呢 自己手 手点失误 嗯 还是平时个人习惯做得不好 对 其实你不用急的 你H在这里 让他咬两口 你再找准了点 其实都没事的 你就送一个农民而已 好 这次又去做这一个小细节 嗯 如果在和平点赞的话 这个小细节还是不错 现在在损失前期亲戚情况下 个人觉得这个细节做了 意义就不大了 好 第一个先知飞过去 然后发现这有三个防控已经好了 那第二个先知 待会可以取消了吧 反正 哎 这边很快 他这个房子藏了很久 就是不让你BS看到 嗯 假装我 假装我不知道这里有这个BS 他藏在这个位置 是的 好了 先知进去啥都打不到 嗯 第二个先知也没有必要再出了吧 哦 直接选择两BS 看来是要六脉选剑 拼一枪了呀 达到这种局面 对 哦 但哎 太稳了 我只能说 这怎么办 对手的实力太高超 又稳 这完全不给活路的 想放过你这支猜忌有点难 哦 他连对手出凤凰都防了 对 这真不给活路的 哎 这个是真不给活路的 好 再次侦查到两BS 懂了懂了懂了 又看到一个先知 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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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四蛇就好了 是 或者直接拼演出那个腐化 直接出四蛇了 嗯 四蛇攒一波 本身你他家里边就有两个那个 就有两个防空 你这个六脉时间要戳进去都很难的 对 直接苟除风采就好了 是 看怎么办呢 这个手 现在来继续各种开矿就好了 现在 现在基本上就是等对手来进 随一波 然后 他有别人啊 这个波直接进攻的话 有可能被戳翻哦 对 四蛇打先知 是一个劣势对抗 对 要攒一攒一定那个 数量 你要超过临界点 你才能打的 好 哎 就家里面守啊 也不急 是 哎 我个人觉得现在就是哎 稍微等一波 对 哇 攒了非常多的先知 而且他多兵营 他准备是多兵营 他先知一波 对 两框一波 兵营开了很多 但A的刺者数量 可能已经超出他这个多兵营 叫先知能戳翻的一个局面 对 已经领先50人口了 哎 完全不给活路啊 嗯 好 六个先知 过来 对方有刺蛇 有两个防空 你没用啊 这个 戳掉两个防空之后就结束了 好 还连两个防空戳的时间都没有 会不会路上死掉一个 差点死一个 哎 这边 已经大概将近30个刺蛇了吧 嗯 还在虚先知啊 对 看他先知 硬钢刺蛇到底啊 那就看先知 硬不硬罢了 我觉得如果能打出一点风采 那也 那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对 如果他有20个先知的话 我觉得有机会戳赢这一波 20个 也 也快了 也快了 快了快了 现在 现在10个 也就一半吧 钱很紧 对 差了100人口 你告诉我能戳翻 那不是神祖已经无敌了 他就是赌神祖 这个无敌这一点啊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啊 11个先知不够啊 再等9个 太过了 太过了 这这波先知过去 直接被刺蛇打翻 嗯 还上军坛 什么 这样子上来 这不要骗自己啊 不要骗自己啊 大哥 这刺蛇比你多太多了 对啊 他要戳起来了 戳走起 哦 上面 上面还是戳得不错 但是下面已经 已经戳出风采 对 好 恭喜一下 我尽力了 2比0 还是前期 我觉得应该是前期 吃了蛮大的亏 对 如果前期不吃亏 你说他这个爆 爆先知这个戳刺蛇 你看 其实多100人口 戳下来 也还行 A太稳了 第一时间托农民 如果A不托农民 他下面的叉子 能够吸引一些刺蛇的火力 这样戳起来的话 可能有一波戳穿的机会的 就少了 再多六七个先知的话 说不定有机会戳翻的 刺蛇本身是个轻甲 然后先知打轻甲太快 对 一戳上就没了 这个有点像 那个 有点像 叫什么呢 有点像打虚空的时候 那个解放者一展开 然后你在刺蛇下面 过去一个死一个 过去一个死 不过解放者要比先知强太多了 对对对 但解放者不能动 你要这样想 那先知能动 真的也是 要解放者张开了还能动 那不是无敌 反正现在虚空之宜 他因为后来加了个解放者 这个单位之后 我觉得人族现在战术 真的变化多端 对 而且人族 你逼重组 要出一些制空单位了 对 好 第三场比赛就是 贝哥加张子睿 对 然后对战 Z加冒险 冒险和赛的两个人 应该也打过了一个 也打过了 嗯 贝哥 贝哥也没见也没见过 但年纪都很小 是的 其实跳黄步枪战队的 这些选手年纪都不大 二次元 哦 十八十九岁的选手 对 难怪他们被挖空了 是 他们有实力的选手都被挖 其实他如果 你想如果沙纳解释什么 都不被挖的话 他们战队挺强的 对 而这边上场的就是 赛的家冒险 冒险才二十岁啊 赛的二十九了吗 二八二十九吧 差不多 冒险才二十岁啊 对啊 我一直以为冒险也二十五 他比那个 小 比谁小 比爱小 对 我一直以为冒险二十二十五了 没有没有没有二十 看来我还是理解错了 我对他们的年纪 我一直以为是 IA好像是IG里面最小的 没有没有 原来冒险比他小一点 冒险最小 然后积木最大 就这样子 积木最大吗 四十啊 积木已经是四十岁的脸了 稍微等一会儿啊 等一下两位选手 把他们邀请进来 看他们麦克赛的和冒神 是谁来负责运营呢 我觉得应该是麦克赛的负责运营 冒神负责操作操作 可能反不过来吧 冒神运营在的操作 为什么呢 啊 因为冒神的操作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 那冒神运营也没塞的好呀 没有啊 神速运营很简单 反正这样对吧 走流去就好 神速运营走流去就行 对也对 但是这场比赛是一场PVP哦 PVP的对抗 是 打这个 打这个叫什么 执政官的话 还真的不好说 对 这个要完全看战术 双方选手 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是 这场比赛 看看双方的这个配合怎么样吧 我觉得如果 碑哥和这个张子锐 又打出一些风采的话 还真不好说 PVP不好说 下一场比赛 两位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的观众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 那下一场比赛就是 跳黄木匠和 IG的执政官模式了 对 IG这边派出了 麦克塞和 冒神 冒神 我看出一点 我把这边红色的 应该就是 IG的这边的 蓝色的是 跳黄木匠的 我们国父的这个 其实你看人口就是对的 韩服这个人口有点问题 可能是地图的关系 对 因为如果我们的玩家里面有人对制作地图比较有技巧 你如果能够制造地图的话 是不是跟我们联系一下 对吧 帮我们做点现在多做几张能打的比赛 那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个执政官模式就做到 是的 做到这个比赛当中去了 就比如说我今天我在 我打科达 我科达上面派一个那个执政官 狗起来了呀 什么 这样子也行 有什么不行吗 这个位置可以狗的呀 他在找 茂盛他们在找 对啊 以为家里面会被狗 那这样就拼 就看双方叉叉的操作 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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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对 找了 好的发现了发现了 哎 他们都想好了 你们就要阴我们 直接选择六农民的 七八个农民 阻止不了 只能阻止一个农民 对阻止第二个农民就行了 对因为你单农民其实没什么太多威力啊 对 七个 七个农民可以打退一个农民 是的 那这样就守住了 对大家单农拼单农民嘛 谁都不虚谁 这也是一个防两兵的很好的方法 对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插座出来在这个位置怎么办 嗯 这家 我不相信的 你别给他打爆啊 打爆了 说不定真的在这里啊 哦 不错 nice 好 直接直接击击了 这 可以击击的啊 我跟你说了 说不定就在这里啊 他前面被围住了 对啊 这个一围直接就在这里了 对 好尴尬呀 啊 这边运气很好 他这样农民围住了所有的出名点 哈哈 冒险打了个点点点 这边两叉打一叉 这轻松 加愉快 好尴尬呀 太惨了 我就在想这个凤 这个凤对吧 对 没有办法 这想出来 但是无奈 出兵点被围住了 太无奈了 这个地方 真是自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太惨了 这这波农民真的是转翻了 又打了你个兵营 还还把你一个叉挤进去 嗯 那现在蓝色这边大猎啊 关系 他这边有三个叉 如果选择 其实是我的话 我这边三个叉 我不会 哦 这边还在 卡位 这秀的飞起啊 我可以告诉你 昨天晚上 他们在打魔兽吗 昨天晚上两点钟的时候 我在跟Max C的打 打他 他就各种卡这种了 对啊 他玩中单隐魔 他们太过分了 这种各种秀自己这种操作 是啊 六的一 你说好了呀 没关系 六的一笔 六的一米 但是这边三个叉 说实话 去的晚了一点 那三个叉就留着吧 他们三明一波了 嗯 直接是选择三明一压制吧 这不用想了 好 直接拍在外面 BY进度也快了好多 还发现了也 啊 这个是原来在家里面 看到这个水晶也没办法 是的 好 好 这样子看一下 其实两个叉可以逮一会儿的 对 我个人觉得稍微拖一拖 既然如果你低 不是第一时间去的话 这两个叉还是有点 两个叉 两个农民的 两个农民 三个四个 哎呦 有点多了 五个 可以可以 还是起到自己非常想要的效果 关键他后续再接一波 这个三明一的压制一波 你就没办法了 这个图又护不住路口的 你大炮台 大炮台只顶多到这个位置 还没开门吗 是 快了 而且外面还接个飞机场 嗯 真是不给活路 对 好 三明一打一波 是 好 这边强行压了一波 开大炮台 大炮台点开出 但是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这边 而且冒神这边 冒神跟塞的这边 还记得一个VS 对 就在这个位置 不给活路啊 一戳就死了 你还敢在打我水晶 这你有点过分了吧 没来咬你已经不错了 嗯 其实还是看跳黄木匠 这边这个七七姑娘能不能够 拿下一分 拿下一分呢 对的 好 反正也无聊 打个岩石 压压镜 这不可能啊 这个三个追猎怎么守这一波 再给你两个追猎才可以 才有机会了 好 要强吃了 往前耶 好 妄图想要抗农民翻盘 但是上面飞了一个先知过来 好 这边追猎随便操作一下 GG 3比0 那IG这边的确还是非常的稳啊 当然 也是应该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对 那由于我们的这个赛制的话 第四场比赛应该还是要全部进行完毕的 那第四场比赛的话 就是鸟哥要登场了 对 鸟哥要对阵的是七七姑娘吧 应该是 因为在挑黄木匠这边 七七姑娘肯定是他们的当家的阿手 是 据说还有一个神族在他们那边 这我就不知道 据说是起客 但是我好像也没看到 对 也不知道是谁啊 如果如果是起客在他们队的话 其实他们队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拿分的 是 我们来看下一场啊 下一场是这个 看看谁 鸟哥 哦 果然是七七姑娘 七七姑娘的实力 你说跟那个 韩宗啊 反正就韩宗实力 韩宗实力 你说跟鸟哥打吗 你说没机会吗 还是有机会的 拼一场 这边我们看到七七姑娘 猪打 对 23岁 是 还自于跳黄浦江战斗 神员丘人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漫人物呢 这我不知道 对二次元不了解啊 这个要去问小绝对吧 对 他对手鸟哥 鸟哥也29了 是 像鸟 鸟哥年纪也非常大了 29人 当年的奥运冠军 摆到现在已经也有七年多了 对 AYGJ AYGJ当时是08年左右开始 在WCG上面 当时他淘汰了PGA 当时的表现也是让我们 AYGJ在 星期一的时候 就是一个操作非常好的重组选手 对吧 他的这个甩飞龙甩的相当好 但是呢 但是在星期一其实他没出过太多成绩 因为他是个业余选手 到了星期二之后 他直接转型了 人组 人组 你说鸟哥出过大什么大成绩吗 好像也没有 但是实力还是一直都是中国 一直有我们公认的是最强的一个人组选手 对 那这场比赛 七七姑娘将来去挑战他 波一的比赛PVT什么都可能发生 地图是改造星球 两位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当中 好的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 这里是IG对阵跳黄浦江的最后一场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七七姑娘 然后对阵的是鸟哥XY 好 这一边出生在右下方蓝色的神族 是来自于跳黄浦江的七七姑娘 而那一边出生在左上方红色的人组 是来自IG上阵的鸟哥 XY向遥 对 小话说 应神在星期一的时候跟鸟哥实力 有没有进行正面交锋过 没有啊 鸟哥比他强啊 那不是当初说鸟哥 那个应神乱干九一吗 富足 什么叫富足乱干九一 就是鸟哥 就是他们不是说 当时搜了一个重组很强 然后九一在做直播间直播的时候 被一个重组乱干 应神就那个呀 应就是那个杰森呀 就是一个无脑手速400apm加的一个选手啊 但是实际上实力很一般呀 应在星期一时代的实力大概什么水平啊 我来想想啊 我想想应神大概什么实力 我要用现在星期二的一个选手来 就现在的一个选手来评价一下他的话 我想不出来 手速有点难对吧 大概在国中大概什么实力 那个时候没有国中的说法 对我就相当于这个实力吧 如果在国中的话大概就顶多带薪吧 那也是就雷本了 对对对就雷本 对对应大概就雷本 大概就雷本的水平 我要比雷本猫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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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就雷本 反正就是当时 但是应呢 说实话在 因为他apm太快了 而且他也不跟别人交流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对他觉得很神秘 这个人400架apm 然后又觉得他可能打得很好 但实际上应在职业圈的评价 就是说就是个业余选手 然后他的打法主要是属于什么呢 很不规范 就没套路的字 就自己瞎来的 就像有一次在打WC成都赛区的时候 我跟一包职业选手站在一起 然后当时大家还是对他很关注的 因为业余界很有名的 就跟现在应出来打比赛 都很有名的这种感觉 然后职业的就在旁边看他打ZVZ 看他一盘职业的出来 就是像LK他们那帮职业选手 就出来说了一句 然后就没实力不用看了就走了 不过现在估计他们已经刮目枪开了应神 现在是星际二时代 不太一样 因为星际一 星际一的时候 其实应的风格跟现在星际二很像 就是乱拳 乱拳打四老师户 有时候可以打出 打出这种很惊天第七鬼神的比赛 我为什么说我是一个应吹呢 你要这样想 应神一直在国服打 之前不练韩服的时候 他天赋很高 结果大家要承认他的天赋 他在国服打出了韩服 比韩服更快的节奏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天赋很高 但是说实话 他就是缺乏职业的一个素养 就职业的这种训练 他打的都是那种 瞎来的 以前他都不防守的 以前他门口什么建筑学都不做的 自从去了韩服之后被教做人了 天天被教做人不得不做 鸟哥上来跟七七姑娘对狗 七七姑娘是家里面直接VS 鸟哥是也VF要速空头地雷 可能是 对 鸟哥怎么现在也变成这种人的 鸟哥很喜欢玩大招 你们看到最近他经常去国服玩吗 我就知道他晚上就像大别人原子弹 对啊 素质太差了 是啊 真是的 这结了婚以后不一样 这也发现了 好奶 这个的确你要看到这个东西太难了 鸟哥是也VF直接走地雷走过来 直接一波了 七七姑娘家里面被看光了 你这个怎么一波呢 这个死神应该是 七七姑娘迷之回头 他可能想在这 哎 哎呦 两滴血没死 但鸟哥看到你一波了吗 我就不出门就好了 是啊 家里再不死 爬地雷爬地雷爬地雷 但是地雷要被秒 这地雷想这样子强行走 我觉得没有 其实你走到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对 不会也看到 回房了 对他也看到这个基地开了 所以说也知道不会一波了 对回房 三病鸟哥这边是也VF转三病 第二个地雷走过来 但是上面其实有些 对 好 看到了 看到了 没什么用啊 不过说实话 我经常就发现一个事物 就是我追着去点那个地雷的时候 被炸对吧 稍微不小心 他就被撞上去了 然后就被炸 是 因为是那个 碰撞子机 太大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在星际 在重军之星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的问题 后来在 在那个虚空之椅啊 暴雪改了一下 好像就在这个打地雷的时候 视野上面改了一下 所以就没有那么容易踩雷了 对的 就太容易被踩雷了 不过现在以后 我可能觉得ZVT在 这个疯狗 引雷这一块 会简单很多 对 好 这边我们来看一看 看一看 三兵迎VF飞回来 直接VS 而七七工匠家里面 是直接转 VB 转巨像的 对 其实七七姑娘的实力 在国内还是算 可以的 拿得出手的一个选手的 就属于一个业余小枪 嗯 其实就跟以前什么探机啊 这些很像的 对 好 第一波机枪压制 美国这边打得也比较狠啊 先压一波 然后家里面VS起来 而七七姑娘这边是 先知切进家 好 看一下 看一下走 一个农民 爽 好了没了 还有机枪可以捡一捡 是 但是正面 大波台呢 有有有 有一个 正面这波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对 这一颗没什么问题 也没什么兴奋剧 问题不大 关键是没有任何客气 这边要抢走 大波台 哎呦 那个有一个哨兵在的话 我觉得你不可能上坡啊 其实封的不好 如果封的好 还可以吃波兵的 是的 这个差不要松啊 对 我就在这里站着嘛 反正大波台白打你 无所谓的 地雷也上不了 刚才放的还是太小心 太怂了 怂 出来点地雷 点这颗地雷 点掉了 还不错 嗯 但是再往前追 其实如果 他马上巨像出来了 其实可以有 我说什么 趴听的话 这三个队列估计 有的要甩 一直甩这个机枪 对 这边一个 运输机已经到了 兴奋剂大概还有30秒 嗯 大家对手有巨像 你也打不进去 嗯 那就看多线这一波骚扰了 嗯 家里面继续补兵 不过鸟哥最近 他 他打的有点刚 鸟哥可能正面 直接散开的 对 他直接散开 直接强点巨像了 家里面继续再被先知搞 其实七七姑娘 这个这盘打的还不错 对 正面我们来看 人口领先了 嗯 并没有吃到太多 但是没关系 是 没关系 大概吃掉三四个机 两三个机枪吧 嗯 鸟哥好像也拿这个 现在七七姑娘 没什么太多办法 嗯 等兴奋剂 现在人口反而是落后的啊 对 四倍音音补起来 可能要打一波了 对 好 这一波 两巨像一波 可能会很凶啊 嗯 鸟哥家里面还敢开三G电 七七姑娘看到了吧 对 看到了 那这个这一波了 这一波了 肯定要一波了 一个农民已经绕出去了 直接一波了 鸟哥不会被干了吧 鸟哥不会被干了吧 这个这牌 就看鸟哥这两船在哪里 在哪里被抓到 对 如果 关键是你被这个了呀 关键是如果你能抓到两个运输机 那这一波神族反打 就反打资本能力很强 对 而且你被 你被这个偷窥看到了 你处理部队 直接出来就抓 什么都不管 是的 鸟哥只能装了走 神族家里面应该已经有防守了 早就想好 你可能要投我家 对 直接抓鸟哥被吓尿了 好 这边走一波 但是没抓到多少 鸟哥怎么办 这个时候 鸟哥估计要装了跑了 他肯定要往回走 但是神族不管了 肯定不管了 对 家里面留个大破坏就好了 对 感觉鸟哥要被看了呀 有可能 不过鸟哥这边已经想做包夹之师了 这几个兵 还有几个汪头 还可以 还可以 这一波威力很大 但是不一定 这里可能要被抓 鸟哥 哎呀 鸟哥保陪慢了 有一个凤凰在天上 两个围巾 哎呀呀 哎呀呀 要死个围巾 不好刷 不好刷 直接强吃 立场一格 但立场放的不好 对 在 哎 这个 这个巨像有点松了 两个巨像 没关系 还有两个巨像 鸟哥必利手得住啊 这一波 但人口已经降了20了 对 其实操作有些问题 是的 要脱农民的 有没有立场 好的 展开 我们来看退回来 有没有插这阵面 两个巨像 哎呀 哎呀 巨像操作有失误 被点了 完了 守住了 这波差没顺出来 哎呦 守住了 守住了 这就是两个巨像的问题啊 对 操作失误了 差一点点就把脚都干了 还是一个问题啊 在第一波 哨兵的释放方面 还是有点失误 立场出失误了 那你隔了这两个地堡的话 那你就强行把三个地堡点光 对 再进行输出 他当时 当时的立场 其实隔得也不好 让一个 有一个地堡再修 对 如果他第一时间把两个地堡破了 其实鸟哥就慌得要死 嗯 好 正面再等 再再来一波了 再攒一波 这肯定要拼的 这一波 是 看立场 这个完全看立场啊 那这一波 说实话 光头那么多 不是 立场好 还是有机会的 难啊 我觉得难 但这个立场真的很难放得到 对 头哥相信 十二十个了吧 好 先落实一下 十五个至少有了 那么头哥在那么多的情况下 神速拿那么多 头哥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说这这排还是看立场 因为叉子数量 其实还是有点多 如果有第二个巨像接过来的话 有机会一波的 就等第二个巨像了 好 但这边是展开一个这样的弧形 你敢过这个路口 是啊 怎么过这个路口 你也敢过啊 啊 减速 但是没有那么 立场 哎 完了完了 差一点 第二个巨像都没来 他就出门 对 啊 强点第一个巨像 第二个巨像 哎呀 这个弧形拉得特别的完美啊 对 这就没有任何机会 好 恭喜一下鸟哥 急 可惜了 可惜了七七姑娘这一排 七七姑娘在领袭20人口的时候 立场失误了 对对对 这里我们也是跟大家先说一下 就是我们本来这个还要抽奖 所以说 你可以先刷起来 我可以节约一下我们的一个时间 啊 这个最最后的这一场比赛 的确是有这个 一级有机会的 我们说黄浦江战队最强的选手 就是七七姑娘 对 七七姑娘跟职业选手 你说差距有多大 没感觉 不大 如果第一场比赛 如果再发挥好一点的话 你想哎说不定调王浦江能够逼平IG哦 对 虽然是最后的比分是4比0啊 但是整个比赛的表现 我觉得今天黄浦江战队跳舞战队明显是有备而来 都打的挺不错的啊 那我们要等这个最后 最后我们这一场比赛要 4比0 这边4比0的话IG应该在第一轮是排到了第一名 他的小分是最多的 是 这肯定的啊 我们要稍微等一下 大家把这个刷起来才行 好 我们这边看一下这呃第一轮过后双方呃四场比赛的呃就是积分宝 我们看一下I7战队在以第一场4比0之后排名第一小分4分 而第二名是ZU战队昨天战胜SoloAuncer 呃输了一盘三胜一赴小分是拿掉两分啊 这边后面是四场平局 也就是BHBH 闪电狼 雷锋 Xteam 封列三到封列呃第三名 啊 这边最到处两名是SoloAuncer和跳黄浦江战队 可以看到第一轮过后职业战队基本上都